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多部剧相继播出后 杨超越的演艺事业能更上一层 洛英凡由徐正希饰演 先蒙首作 主播之剑横扫六界 无有匹敌者 徐正希的抗拒能力毋庸置疑 无论正派反派都很出色 他在古装剧《独孤天下》里饰演的宇文户 霸气深情 封批的摄政王 让人又爱又恨 燕王世家的尊贵世子 外表俊朗 性情孤傲 新生代演员邓维 虽然作品不多 而且多维配角 但是很有爆火的潜力 卓耀由郑国林饰演 清华宫公主 一生悬疑如墨 郑国林年轻时长相硬朗英气 气质干净 主演过多部影视作品 欢天喜地七仙女里的董勇 可谓家喻户晓 水姬由张芷希饰演 张芷希在军师联盟中饰演真蜜被观众熟知 87年的张芷希已经要演杨超越的母亲 娱乐圈更新换代太快了 卓耀由马文远饰演 清华宫少公主 她是魔族圣君九优 仙界忌惮的大魔头 是幕后大boss 即使星汉灿烂烂正在热播 我对汪卓成的印象还停留在陈情令里的江城 甚至可能持续很多年 这个滤镜都不会被打破 真是不知道对演员来说是好是坏 沐浴由李戴坤饰演 前魔尊逆伦左护法 毕生愿望 六界入魔 魔至天下 李戴坤饰演的《山河令里的先王》真的是一枚宝藏 将并交美人演绎的淋漓尽致 颜值也是非常抗打 未来可期 该剧还有余波 王九胜 全佩伦 胡云豪等很多优质演员参演 演员阵容很强大 从目前爆出的剧照来看 不画到都很走心 细节到位 堪称精品